好,我们今天再分享一下这个网球轴的一个治疗思路 我们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解剖列车的臂前伸线 这个思路来看 那么解剖列车臂前伸线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条链 解剖列车臂前伸线 那么主要在开链运动中通过拇指的一个运动 来控制手部的角度以及抓握能力 同时又知道我们都知道 我们主要的功能呢 手指抓握功能主要由拇指 所以这条链相对的就比较容易产生短缩 干活多所以容易产生短缩 那么有经验的同学一看 这就像什么受胎因肺经 我们说受胎因肺经 肺受胎因之脉 起于中胶下落大肠 还寻胃口上隔主肺 从肺气横出叶下 对吧最后指点到哪 寻鱼记出大指尸端 那我们看这条链就很像这个手弹音肺经了 所以呢根据我们看到它挂到这个 在这里有网球肘啊 这个拱骨外上科也就是产生网球肘的这个部位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网球肘就要需要处理什么 起点的这个什么胸小肌 这是深层的肌肉胸小肌 那么再接着就是我们这个快站什么呀 快肌拱二头肌 那么到这里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什么拱饶肌 同时呢还有一个旋前圆肌啊 这个在手弹音肺经上没有啊 但是在解剖链里面 我们谈到了这个旋前圆肌 也在这里参与了这条运动链啊 所以这个旋前圆肌我们要更加注意 那么最后呢就到什么 鱼记之群 那么这就是一个用从解剖列车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网球肘的一个治疗思路 好谢谢大家